如果能夠這麼多東西 不要破對著死神 這會是無要件 技術破達也是害怕 好好老好好走 我們好想 人生最後一程如何陪伴 點出高齡化社會中最大的困境 TVBS記者王毅潔 張正安所製作的專題作品 大照顧時代 孤獨死 求生路 獲得第22屆卓越新聞獎 長篇電視報導獎 勝利者 聯力媒體 大照顧時代 孤獨死 求生路 在孤獨死的現場當中 聞到當下的濕臭的味道 那個可能是我這輩子都 我沒有辦法形容 但是我也很難忘記的味道 採訪過程中的所見所聞 甚至味道都還歷歷在目 評審認為大照顧時代 孤獨死 求生路 從孤獨死 破題 探究人生老化過程中 可能面臨的各種照顧困境 再運用數據 強化影像論述 評審大讚 敘事 節奏家 報導層面多元 而且有建設性 從各個角度切入主題 就是希望社會大眾能更重視議題 我認為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 馬上就是超高齡社會的國家當中 我每一個人不是在長照被長照的路上 就是在你已經長照或被長照的路上 所以非常的 非常的迫切 希望大家多多關心這個議題 鏡頭下 從孤獨老人 再到政府制度下 子女的煩惱和無奈 多方層面把真實帶給觀眾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